脂部角质松解症,Keratolysis plantar solcatum,多鉴于热带和亚热带,长期接触泥土和水的群中一发本病。 其临床特征是脂部皮肤呈环状或点状波石。 皮笋为多数散在性前表的黄豆大圆形角层波石,临近皮笋互相融合呈布规则状,呈皮肤色,棕色或黑色。 局部长半多汗,兼有镜字和恶臭。一般无自觉症状。重症者局部可发红,中痛。 多发生于足底,但可类及手掌。西医鉴别诊断但需与点状长直角化症和汗管角化症鉴别。 前者未针尖至米粒大的灰黄色角化性丘枕,其顶端凹险,状如喷火口,后者未米粒大褐色角化性丘枕以后扩大成斑枕,周围绕以灰色或黑色的隆起的坚硬角直环,中央表皮萎缩,带灰黄色。 早期症状,好发夏季,多见于足多汗者,肠类及足指直面,直前部,足根。 皮疹未多数散在的前表角直层波时,呈环状或点状,直径约2-4公里,边缘可绕以深色黑钩而成火山口状。 并损成肤色,褐色或黑色。 伴多汗者可呈白色镜子,有恶臭。 治疗,因局部清洁,干燥。 多汗者用10%明反义镜足,或外用5%伏尔玛林,外用5%-10%硫磺软膏,2%墨皮罗心软膏,四环素软膏,红霉素软膏,刻霉座软膏,40%伏尔玛林软膏。 内服红霉素每日1.0公克,伏瓜酸每次0.2公克,每天3次,连服L收。 皮肤科医师表示,这是染上小凹状脚脂溶解症,建议若常运动,多汗阴晴更换袜子,保持脚部干燥,也可避免恶臭和足部皮肤病。 书田诊所皮肤科主任医师郑惠文表示,小凹状脚脂溶解症是细菌感染,细菌常在闷热潮湿的环境大量繁殖,溶解皮肤的脚脂层,看起来脚上有一个个小凹洞,像是被虫注食过一样,还会伴随恶臭,但不会痒。 很多患者都会认为是香港脚,擦了药物却不见好转,才到皮肤科就医。 擦药膏及抗生素可痊愈症惠文说,汗多的如运动员、农夫、菌,因为脚长期处于闷热环境,比较容易的这种皮肤病,治疗上只要擦抗细菌药膏及外用的抗生素及可痊愈,千万别听信偏方。 勤换鞋袜保持足部干爽医师呼吁,天气越来越热,民众应该保持足部的干燥和卫生,青少年若多汗,当上玩体育课,运动后,或鞋袜被雨淋湿,要勤更换。 建议准备两三双袜子更换,一般民众夏天可改穿凉鞋,保持足部通风干燥,以免闷热滋生细菌,染上脑的皮肤病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